我们说一下束空变微机控制箱的使用说明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线连接完之后 打开电源 打开机厅开关 有四种焊接模式 手动焊接模式 今天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手动焊接模式下用到的很少 而且手动焊接模式下 它不会自动起呼 没有自动起呼功能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自动连续 点到自动连续里面 首先我们要根据第一个是管径 我们的管子管径 焊接的管径直径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把它竖多少 大概比方说竖个20 竖200的管 然后按个ENT保存 这时候管径是20 然后焊接线速度 焊接线速度就是我们转台的转速 就是我们这个转台的转速 这个也可以直接点击来输入 大比方说我们先输个60 ENT 也就是60毫米每分钟 虚焊线速度 虚焊线速度一般情况下 在焊接过程中只有在 四体模式下或压弧模式下 才能用得到 而保焊的话就建议不要调了 然后旋转速度 旋转速度和当前角度是不可调的 它能保存 从0至9保存10套焊接程序 然后下面这个是方向 点左或向右 右转 焊接模式为2T或四体 点一下 再点一下为2T 上面的参数调节好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保存 点击完保存之后 就可以接焊接了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参数 点击到参数里面 焊接角度 正常我们转一周是360度 一般我们会多设一点 让它接头更好一些 虚焊线角度 虚焊线角度一般刚才说了 在四体模式下可以设置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设置 然后有一个下枪延时 这个下枪延时就是气缸 点击启动之后 气缸伸出来的时间 也不是绝对值 因为气缸流量的气流量大小 也决定了气缸下来的时间 起呼延时 起呼延时就是 气缸推 把枪推到焊接位置以后 我们设置它起呼多长时间 也相当于说是一个压护汉的话 相当于说是一个预热功能 这个起呼的时间长短 吸呼延时 吸呼延时就是在焊接完成后 角度转到我们所设定的角度之后 它在原地 吸呼的时间 上枪延时 就是吸完壶以后 它有一个延迟的时间 设定的时间长短 给你这个大小来决定的 设定完之后 我们点击保存 然后返回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调试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手控盒 手控盒点击启动以后 这个时候转才开始转动 再点一次 启动为暂停 转抬不转动 当我们再次点击启动的时候 会根据上一次的角度继续旋转 一旦我们按了停止键 这个时候度数会归零 下次再启动的时候 会从零开始 向上的键头为加速 点一次 加的长度 不相等 按住不动 为快速的加 向下的键头 则相反 点一下 然后按住不动 为快速的减 向左的键头 如果在转抬停止的状态下 会向左转 或会向右转 刘成功 按住不动 按住不动 我们下转